港交所我在6月2日介绍过 上面看的成交目标位是500元 它又跌回来,然后又在商现在去回来 我看看有空怎样说 现在你找到过了五天 成交方面大手买卖 沽出或者买入的以100万计算的 都是50%左右 今天不同了 买入的资金大手买入方面资金 100万计算的 那就是73% 沽出的就是27% 似乎那些人是释受的 现在主要的成交 今天到了490元 490元你怎样做呢 很难做 不过有时候你没有法治 每天都要介绍这些东西 介绍之后 唯一是今天最好表现的东西 就是港交所 港交所为什么要升呢 其实很简单 又说它这个衍生工具 而且做得好 这些一定会的 以后一定会的 在1993年 我说这个港交所 当时推出奇权的话 我说已经发达了 到时 当时我的报纸方面说 如果要登到奇权版位多少 我说给白板的灯 奇权版位 真真正正的 奇权后来发现了很多 也都赚了很多钱 在这方面来说 最近又说显生工具好 那当然了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去炒 全部用电脑 电脑的从不找显生工具 找什么呢 找得多的时候 而之中就会看到 升上来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阿爷告诉你 其他一些去美国上市 可能真的要下到乘 乘一乘 乘一乘 那些公司都是上市的 怎樣上市呢? 就是來香港 所以這個是利好港股的 利好港交所 以前我也是介紹說 很久的事 但信完全說 港交所如果他們日成金 日成交是1200億至1500億 它就會結500元 這個是很早的人說 那為什麼可以看得到這樣? 很簡單 因為港交所它有法例規定 賺了多少要派多少出來 那花多少錢 又是有定計得到的 你不是聘請人的 你聘請人的時鐘主要是機器做的 機器做的時鐘一投資落即將 接著只是折舊 越來越少 那接著人的薪金就給你加 起而加到多少 是嗎?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港交所其實 只要它回落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賣國股票 除非香港股市玩完 第二件事 派息也有保證 因為法例規定它一定要派完 賺了多少要派到 好像不知道要派95% 還是98%出來的 所以很簡單 這樣就無法止 當然港交所遇到的問題就是怎樣? 遲一點 它不會重大投資項目 例如那些成交太多 那些機器不夠應用得到 又要提升它 好像應付到 好像似乎 說港交所現實可以應付到 每天的成交金是2000億的 如果到時港交所的成交金是3000億 你是怎樣? It's a happy problem 為甚麼? 3000億 如果15億 12億 你已經去到500元 那些3000億 不知道你去到多少 不要以為 你3000億的時候 這個價格 只是重複到1000元 不是 為甚麼? 因為 因為之前的燈油波納已經花了 再等下去的那些 剩下賺的 所以去到現在的貿易階段 每升多 是1億的成交金額 是給600億的成交 1億是賺多錢的 所以有時間之中 港交所不小心跌下來 不需要太擔心 罵罵它 那這點你怎樣做呢? 第一件事 目標價位 6月2日我還給你500元 今天我還給少了 495元 目標價位 那為甚麼? 很簡單 市場真的不太遷就 雖然你現在是吃剩的水 我也不太敢說 現在最緊要是怎麼止蝕 就是不斷說著止蝕 470元 那止不止就大家去想吧 好 你還是去哪裏